为啥TVB演员拍古装剧不剃头 因为在片场 他们古装剧和现代剧随意切换 就看哪个剧组召唤了 TVB演员工作强度大 剧组坑演员的招数也是层出不穷 本期的波罗剧叨叨就给你讲讲 TVB剧组是如何套路演员的 摄氏曼在业界时出了名的铁娘子 拍演喜攻略的时候 内地演员都被他炸裂的演技和顽强的意志所折服 但就是这样一个铁人 说起TVB剧组就和再让你参加一次高考一样恐惧 当年他拍黄武黄沙的时候 连洗澡的事件都没有 一进入片场就别想着睡觉休息这件事 每天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就算谢天谢地了 摄氏曼说他的最高纪录就是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拍戏 里自说因为很少睡觉 演员为了保障自己在拍戏期间 气色精神和体力都跟得上 就要吃很多营养液 但营养品吃多了就会让人发胖 无法保持身材 这是很多女演员最头疼的事情 所以说不管你是视地视后还是配角龙套 都要适应这种工作模式 TVB一部剧可能有三四个导演 每个导演负责几集 有时候A导演拍外景戏 从早上五点拍摄到晚上五点 演员还没有休息 就要转站到B导演的组里 拍摄棚内戏直到天明 整整工作24小时不眠不休 几天不回家都是正常的 演员一般都是在换场景的时候 在片场随便找个角落 缩着捏一会儿 然后接着开工 TVB的这种骚操作 明显就是和旧社会的皇室人学的 你认为呢 为啥TVB演员拍那么多戏 收视率那么高 但工资还是少得可怜呢 今天我就给你答疑解惑 首先TVB的片酬计算方式就很奇葩 以奢侈漫威代表的一线艺人 平均片酬在五万元左右一集 但TVB的计算方式并没有如此简单 林文龙透露 TVB是按出镜时长来计算片酬 比如半小时多少钱 而不是按电视剧本身的集数来计算 你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套路 相比之下 二三线的艺人就更惨了 反正不会超过两万元 一个月的底薪加片酬也就几千块 看看这套路有多深 如果你只是隔跑龙套的 出镜时长加起来连两个小时都不到 那你这一天连吃泡面的钱都不够 像你NJ的时间 后场的时间 化妆的时间 不好意思TVB都不算你在开工 所以别看你辛辛苦苦在片场熬了一天 其实赚钱的时间 就是观众在电视上看见有你镜头的那一瞬间 所以剧组套路深 不要太天真啊朋友 还有TVB对员工真是没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 当年罗佳英参加综艺奖门人活动 拿到了奖 但奖品确实洗发水一瓶 这对于光头罗佳英来说确实很尴尬 结果罗佳英到后台一看 全部都是洗发水 明明是一档投资百万的节目 奖品却只有洗发水 不得不说TVB是属皮修的 只进不出 有网友说应该让国内小鲜肉到TVB接受毒打 这样演技和工作态度一定有志的飞跃 你认为呢 如果你想在TVB出名 那必须要接受剧组的套路 首先TVB的合约被演员们称为霸王条款 总共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全经理人合约 又称包心艺人 全经理人合约一般针对新人 签约艺人有底薪 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薪水 如果你在TVB接到电视剧拍摄 还会另外算片酬 但你要接到TVB以外的邀约 公司就要从中抽成 而且抽成金额达到了一半以上 艺人其实赚不了多少 也就是说TVB签约艺人 从百忙中挤出睡眠时间出去赚外快 但劳神商力之后 却被公司抽取五成到七成不等的费用 林峰在内地拍戏片酬很高 但他并不太愿意常来内地 就是因为他能拿到手的并没有多少 还不如收工回家睡大觉 包心艺人代表有 胡信尔 奢施曼 陈豪 林宝仪 黄宗 泽丽丰 第二种不投约 不投约一般都针对大牌大腕使用 因为不投约的艺人不需要接受TVB的力捧 他们完全有能力自己在外赚钱 所以他们只需要与TVB按剧集签约 每年拍摄一两部电视剧 他们的片酬也是根据剧集集数来计算 木头约代表人物有邓翠文 蔡绍芬 轩轩 郭可英 罗嘉良 欧阳振华 总结一句话 在TVB的艺人 你看着他很红 其实他很穷 那问题来了 在工作中你被套路过吗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我 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了